六個鄉燒半天國際的救 經過兩年的四天 今天在府中統合同意 在幾旁的見證 去辦公中老的通車煎菜電列 二一 恭喜鳳姐 在後中間總是要做 要做一個就是 隧道還創作的好小 這比較沒底本 不如就開比較多 乾脆做出來救 這我感覺 對燒半天的民眾來說 包括風景 竹風竹林 對這三川都有關 所以這計情很方便 前菜以後副總統合同意 頂多的貴賓跟鄉親 以及媽祖店頭 共同步行過橋 全部燒半天國的家橋 正是通車 終於美夢成真 我相信小畔天的高架橋 能夠帶給我們鹿骨香 小畔天再創設一個新的景點 帶動我們鹿骨香的發展 帶動我們交通的方便 燒半天國際橋是電影相當重要的建設 不然讓交通經過方便 也改變了十五十五一日 每一方大後就有可能重點的方向 在電影的機台下 今天通車電影是避充100位民眾 歡喜飲食通車的市場 這條路做到這麼舒適 六個鄉人 因為燒半天這方面的人 可以以以後的 不說交通的斷絕 就非常好的事 之前就做這個時場 什麼孩子回家 路又會坍塌下來 對不對 就非常的煩惱 現在這樣 我們大家都特別高興就是了 這個是一個很棒的景觀車 所以說藉由它跟地方的一個產業 可以做一個結合的話 我相信館公跟三業 如果做結合 我相信會帶動 我們就更加強大的一個未來 電影幾台多年的玩望 終於在今天實現 讓鄉親都相當高興 當時小婦在田臨宮 就在今天媽祖聖誕 以早快出順的方式 來慶祝國家救通車電禮 希望在媽祖的保備下 靠北雄羅人 行車都可以平安 去吃紅豬肉 採用報道